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狗仔队长 上次向大家介绍了男人最爱的雪碧 这次向大家介绍男人最爱的苏达 提到有名的女性DJ,你会想起谁呢? 当然是DJ苏达 他那可爱的脸蛋和苗条的身材 吸引了不少像我这样的宅男 至于他的混音好不好听 打叠技巧好不好 其实我并不在乎 DJ苏达的全名其实不叫苏达水哟 他证实名字叫黄树西 今年36岁,出生于1988年4月7日 在2013年6月,DJ苏达就开始出道担任DJ 2014年,定位混音雷杜福的新歌曲New Tank 和他在舞台上那简单却扬言的姿态 让他在社交平台一夜成名 他凭借着天使般的笑容,魔鬼般的身材 引起了许多粉丝的心,应该说是男粉丝的心 如今他的IG也已经有500万追踪者 他也时常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分享自己的巡回表演 我最喜欢他介绍食物的短片 看起来很好吃 2015年开始,主要参加韩国世界DJ音乐节 在全球9个国家的22个城市进行的巡演 他被全球DJ Talk 并选为2019年亚洲百强DJ中排名第一 而在2019年全球百强DJ中排名第13位 2023年8月,DJ收代前往台湾高雄 未曾达5小时的狂欢派对驻镇 为了表达对高雄朋友的感谢与关怀 新凶开阔的他还阔海见证 新台币30万元给高雄市登府 叛围受到卡努台风肆虐的灾区贡献一份心力 近几年来,DJ收代也迎来了不少争议 就在2022年4月 他因为身穿的裤子印有脏话的文字 召到美国航空赶下飞机 这是台湾媒体写的标题 DJ收代英语服装招美航空记载 当场脱裤求情 我看到了这标题我都印了 我是说拳头 美航怎么可以那样过分呢 DJ收代在他的视角平台上指出 昨天他结束了在纽约的表演 踏上前往洛杉矶的航班 但在起飞前突然被要求下机 原因是因为他身穿的裤子上印有不雅文字 他提到他在北美已经进行了树叶的巡演 之前穿的这条裤子时 从未遇到过任何问题 从办理登机手续到桌下 也没有人指出裤子有问题 但在他坐进商户舱后 一位航空公司职员突然要求他收拾行李下机 并没有解释原因 拔被送下机后在机舱门口 对方才指出他的裤子不得体 令人反感 要求他搭乘其他航班 迪杰索达表示他有重要的会议在洛杉矶 必须乘搭这班飞机 试图求情却被拒绝 即便他愿意去厕所换裤子 对方也不领起 对方甚至嘲讽他 你应该在登机前就换裤子 并坚持认为他的服装自成了不愉快 依然拒绝他重新登机 最后他当场将裤子反着穿 航空公司才同意让他上机 但他仍感到身当虚辱 DJ Soda表示 在全球巡回了八年 这是他首度被赶下飞机 而且事情还是发生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美国 让他难以置信 弄喊日后要去搭美国航空 网友则留言 好 我的孙子女正在学习阅读 他们不应该看到这些 他们可以给他一条毯子 盖住裤子 比他在众人面前换衣服 比起裤子本身更令人反感 DJ Soda经常都在各国巡演 也喜欢参与当地的文化节庆 例如2023年失业 他参加了泰国的破水节活动 由于泰国世纪如下 所以他就一身清凉打扮 为了避免让他中暑 他被热情民众泼到满身丝 其中一名穿着红色衬衫的男子 为了扑花水 一度伸手捉住他的手臂 引发了外界争议 不少网友批评此举不妥 网友还幽默表示 总会有这样一些人 试图触碰你的心灵 看他转了那么多圈 我一呢 虽然是假的 但是很好看 DJ Soda非常爱戴粉丝 别远时还会下台与粉丝互动 而有一次他在日本大阪出席 Music Sergo经典时 就因太近距离接触 不小心让饥饿的粉丝吃了豆腐 事后他在IG发文表达自己的不安和害怕 说道 为了以粉丝跟近距离交流 我在表演尾声都会近距离走向粉丝 但今天的表演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有很多人突然朝我吃豆腐 我束手无策地被骚扰人 我好惊讶好害怕 但仍有喜欢我的粉丝 只好尽力的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表演 他还透露回到饭店后 人震惊到手不停地发抖 坦言 我当DJ十年了 从来没有在表演里遇到这种事情 亲身经历这样的事令我难以置信 以后要走到台下或是粉丝面前 已经很难迈开脚步靠近了 然而在日本社群中 有一些人就针对DJ Soda的衣服穿太少才会发生意外 甚至还嘲讽他 卖肉又怕被摸 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 他在IG以韩、殷及日本三语再次发文 DJ Soda强调不管穿着何种服装 骚扰和不当行为绝对不能被合理化 他澄清自己并不是为了让人摸 而穿着性感服装 他只是穿着能让他带来自信的衣服 DJ Soda更霸气地讲道 我在雪上营业节 穿上裸露的衣服有错吗 所以我是可以被摸的人吗 我有穿自己想穿衣服的质疑 所以不能用穿着来判断人 我的身体是我的不是别人的 我喜欢穿暴露的衣服 以后也会一直穿下去的 最后他更鼓励大家不要看他人脸色生活 要尽情地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生活 我说DJ Soda前一阵子才因为裤子被赶下飞机 你们就让他穿他想穿的吧 不然我这个穷光蛋看什么呢 网友表示 日本真的是吃汗大国 有八个耶鲁在触摸 日本人和印度人就是兄弟 主办单位TriHard Japan 在8月15日出面 同声指责骚扰行为 也表示会将依法办理 然而这场风波并为此结束 日本搞笑艺人快乐性无在15日 曾在推特上对受害者DJ Soda提出指责 他说 DJ Soda是什么 自己去摸自己不就好了吗 别再来日本了 这番对受害者的指责 力气引起网友们谴责 网友表示 这就是典型的二次钱包 快乐性无的此推文 拥有超过1400万次数观看 更为他带来将近两百名的新追踪者 他还嚣张地表示 我希望这些推文可以有收益 随后他也删除了相关争议发言 最终两名吃豆腐的男子 联系上了日本YouTuber 亲自网址 录制节目 透过影片出面道歉 两名男子表示 自己当时是喝了酒 肚子饿了才想吃豆腐 影片的最后 两名男子还主动去东京都警察局自首 晚上DJ Soda在IG发文 透露了他六岁时的故事 说道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都在工作 我一个人在家 被抢到吃豆腐了 当时我就骗父母说我差点被抢 但我没有开门 因为我怕父母受伤 这经历使我患上了选择性沉默症 我一生都隐藏着他 没有告诉任何人 接着他参加南韩谈话节目 我现在生气的 聊到日本大阪营业节的事件 他十分难过 一度双手捂着脸 试图振作开口说话 说道我好像动物园的猴子 从来没有这样被羞辱过 事发后手一直在发抖 还因此在一个礼拜内爆瘦5公斤 他接着说 现在能在这里这样说出口 我也是提起了很大的勇气 最终在2023年11月3日 营业会主办单位也宣布了最新声明 DJ Soda已经收到了加害者们的道歉 并在无任何赔偿金的情况下选择和解原谅 DJ Soda真是一位信胸开阔的大姐姐啊 令人意外的是就在今年三夜 爱情动作片商知道日本人对DJ Soda的欲望 为了满足大家 片商找来了著名女星 叶奶露娜当了女主角 把DJ Soda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 导演制作人也相当专业 还原了所有场景 无论是标题 宣传标语 发型 或者是装扮等等 多方面都和DJ Soda十分相似 这波操作引起网友们争论 虽然纪录片没有直接提到DJ Soda的名字 但在封面则写着 金法美女DJ 那个夏天年上得最厉害的influencer 等等的字句 网友看到后便指于这是否在对他制成二次创伤 搞笑的是 他们甚至还还原了DJ Soda之前穿着和服 走在日本街上的场景 这是原版 这是翻拍 想必你主角心里也非常无言 网友说到 不只是封面 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啊 这么凭还以为是男的反串 真的很糟糕 这番号是多少 有些日本男进则说 何地方都没有提到DJ Soda 你们的想象真丰富 为什么是DJ Soda 也许还有像他一样的女DJ 只是因为你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 只知道DJ Soda 所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一名网友则表示 只要有读者一看就能辨认这纪录片 是在说DJ Soda的事件 那就有机会被受害者提告 此外 如果纪录片里模仿的内容 被视为是一种侮辱性的表达方式 那则会被视为侮辱罪 然而纪录片公开的两天后 片商发表公告表示 将会把作品下架 但却没有公开明确原因 公告写着 因为各种原因 本作品将停止贩卖 我们感到抱歉 为期待本作的各位自成麻烦 网友直言 你应该道歉的对象 是你把受害者拍成纪录片素材的韩国DJ 而不是那些喜欢看片的人渣 还有网友调侃几个月前DJ Soda 才减款了100万日元 点日本救灾 不过现在却被日本纪录片侮辱 网友说到 在日本遭受侵害 且轻款100万日元 资源能登地震的人 还被纪录片侮辱 这被称为日本的言论自由 其实这种操作 在日本产业已经不是第一次的 网友透露过去还模仿过许多韩国偶像团体 像是少女时代和Kara等 果然Cospe技术在日本仍然是最厉害的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八卦 在DJ Soda被吃豆腐事件后 他在IG分享了开箱日本食品的小短片 而他一幅印着有趣的英文字 我就不说出来了 以免被YT老板针对 部分网友认为 DJ Soda在超市内拍影片的举动 在讽刺着吃豆腐的事件 网友表示 请不要在店里拍片 更有说明说道 不喜欢就别来 同时也有很多人站出来为他辩护 认为他才是此事件的受害者 不应该被责怪 DJ Soda被媒体访问时 他则表示 肯定有ux 李贞 我把你放在一起